Example 4-4-3 四字四節的第三個例子 第三個例子 第三個例子 Find the finite integral 取得這個不定積分有兩個 第一小題 3 3次方 x cos 4次方的不定積分 第二小題 3 8次方 cos 5次方的不定積分 第一小題是 sin 是正奇數次方 cos 是偶數次方 第二小題 sin 是正偶數次方 cos 是正奇數次方 這是兄弟題 只要有一個正奇數次方 就把正奇數次方那項猜一個出來 全部化成它的余函數 所以第一題我們看它的solution 第一個解法 第一題 sin 的3次方 cos 的4次方 dx 三次正奇數猜一個出來 猜一個出來還有兩個 cos 是4次方 猜一個出來 是這樣子 猜一個出來 然後全部化成余函數 所以你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 要想到什麼 想到d-cos x 這基本概念一定要有 所以你要令u等於多少 cos x 那常數背沒有關係可以提進提出 所以3的平方是1-cos 的平方 3的平方是1-cos 的平方 cos 4次方是造超 是造超 所以這會等於 會等於 這東西把它乘進去 cos 的4次方 d-cos x 所以你要令u等於cos x 所以你要令u等於cos x 很明顯的你要知道 然後我們就後面 就u的n次方 du u的n次方 du 會等於 n加1 u的n加1 再加C 只要n不等於-1都可以用 在n不等於-1都可以用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是n是6次方 u的6次方 du是7分之1 u的7次方 再加C 加一個就可以 u的4方 du是5分之1 u的5次方 再加一個極分常數C 所以我們第一題的答案是這一個 第一題的答案是這一個 第二題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一樣 第二小題 sine的 sine的 8次方 cos的 cos的 5次方 dx 這個題目會比較難一點 次方比較多會比較囉嗦 cos拆一個出來 sine的 8次方是平方的 平方的 這個是4次方 這個不用 這先不用管它 這個先不用管它 這先不用管它 sine的8次方先不要去動它 這是sine的 sine的8次方 cos拆一個出來的4次方 所以cos 4次方是平方的平方 4次方是平方的平方 那拆一個出來是cos x dx 省了一個步驟了 省了一個步驟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東西呢 就要想到dsine 所以這個東西呢 剛好就是積分 這是dsine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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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全部變成sine 所以這個是sine的 8次方 cos拆一個平方呢 是1-sine的平方 1-sine的平方的平方 sine的平方的平方 所以這個平方要給它展開 這平方要給它展開 我們寫在這裡來好了 所以這是sine的8次方 sine的8次方 過來這邊呢 是a-b的平方是a平方 減掉2倍的ab 2倍的ab 再加上b平方 sine的4次方 再加上b平方 過來是dsine 過來是dsinex dsinex 會等於 這是sine的 sine的 這是把它撐進去 sine的8次方 sine的8次方 減掉2倍的 2倍的sine的10次方 10次方 再加上sine的 再加上sine的12次方 12次方 dx d3x 過來是d3x 過來呢是d3x 過來呢是d3x d3x 我把它寫這裡空間不大夠了 d3x 然後給它積分 也是一樣sineu的du u的n次方du u的n次方du 是9分之1 9分之1 u的u是sine 9次方 然後 減掉 減掉 然後呢 10的次方是11分之1 前面那個負2 是11分之負2 sine的 11次方 後來再加上 12次方 是13分之1 12加1u的 u的13次方 再加一個 激溫常數c 再加一個激溫常數c 這個不用中掛虎的 這個不用中掛虎的 這邊不用中掛虎的 OK 所以呢 空間 有空間再寫一個答案 我們再給他寫一個答案好了 最後給他寫一個答案 答案有兩小題 第1小題 第1小題 9次方 再減掉 11分之2 sine的 11次方 再加上 13分之1 sine的 13次方 再加7 我們看一下 第1題的題目 第1題是 sine的3次方 sine的3次方 cos的 4次方 他的不定積分 會等於 7分之1 cos的 7次方 減掉 1分之1 cos的 5次方 5次方 再加一個基本常數c 所以這兩個題目 兩個題目 第1小題 第1小題 sine是正極數 cos是正偶數 第2小題 cos是正極數 sine是正偶數 那我們只要有一個是正極數 只要m 剛才那個m是屬於正極數 或者是 m是屬於正極數 都可以或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就是把正極數那一項拆開 把正極數那一項拆開 拆個出來 全部化成它的元素 同學問 兩個都既然是怎麼辦 兩個都既然是怎麼辦 理論上 你高興拆哪一項都沒有關係 為了避免減少 減少錯誤 減少換錯的機會 拆呢 次方比較小的那一項 會比較好一點 那同學可以練習做一下這個題目 sine s的3次方 cos s的 cos s的9次方 ds 你猜3跟猜cos 方法差很多 過程差很多 所以我們就猜次方比較小的那一項 要記得 理論上你猜哪一項都可以 會比較囉嗦 你把這個9次方拆一個出來 拆一個出來 還有8次方 8次方是平方的4次方 你拆到公平了 所以這個要一些 技巧性會比較好一點 會比較好一點 講過了你不要說 兩條路可以走 比較好走的你不走 要走比較難走的 泥巴路 那泥巴 那個麻煩 有那個博物路你不走 要走那個泥巴路 那我也沒辦法 所以這個基本概念 兩個的正基數怎麼辦 猜次方比較小的那一項 猜次方比較小的那一項 會減少錯誤 減少錯誤 這是我們這個例子